国际军事合作计划 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于11月 为阿拉伯海北部海空域 举行海洋卫13海上联合演习 课题为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期间双方将组织编队运动 领解拿捕 直升机护匠 联合搜救 联合反潜 主炮射击等科目演练 安排专业交流 参观互访等活动 这是中巴双方第三次举办 该系列演习 旨在进一步深化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和传统友谊 提升两军实战化训练水平 10月26号 东南卫视记者 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说 据报道 美政府已向国会申请 大额对台军事援助 近期 民进党当局 也动用预备金支持与美人训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大笑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台海局势复杂严峻 其根源在于 民进党当局 挟洋自重 以美谋独 在于美方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制华 无论是军援款也好 预备金也罢 都是在拿着百姓的血汗钱玩火 只会把台湾 推向兵凶战威的境地 在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意志坚如磐石 能力日益增强 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消息 当地时间10月22号 由十艘中国级远洋渔船组成的 远渔709编队 在海军第45批 护航编队 乌鲁木齐舰和东平湖舰的 共同护送下 顺利抵达安全海域 消息称 这10艘渔船均隶属于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早在一周前 他们就向护航编队 发出特殊护航申请 考虑到渔船吨位小 干险堤、航速慢 易受海盗攻击等特点 护航编队指挥所 将此次护航路线 延伸至曼德海峡附近 制定了切实可靠的护航方案 特战分队和直升机组 也进行了针对性预先训练 22号下午 经过近三个昼夜 六百余海里的航行 编队安全抵达 曼德海峡附近解护点 渔船挂出 感谢中国海军 保驾护航的横幅 船员为船前一侧 展开五星红旗 向编队官兵挥手致意 表达感谢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家看 今天我们邀请军事专家 魏东旭老师来导演播室 欢迎魏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在近年来的一些地区军事冲突中 地雷这种古老的武器 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解放军的地雷战实力如何 我们来看日前新疆军区 某合成团进行的一场 火箭布雷车远程布雷 实弹射击考核 收到回传信息后 布雷组迅速根据目标区域坐标 计算射击猪源 装填弹药完成布雷准备 随着指令下达 火箭布雷车火力全开 连续发射多枚火箭布雷弹 弹药精确抵达10公里外的目标区域 形成纵深混合雷厂 成功完成布雷任务 资料显示 参加此次实弹射击考核的 我国新型火箭布雷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布设反坦克地雷厂 反步兵地雷厂 以及混合雷厂 其射程在1000米至数十千米 整车可以一次洒布地雷数百枚 具有布雷数量大 布雷迅速等特点 来自四川甘孜的网友 北风提问说 原以为地雷是要一颗一颗去埋的 没想到竟然可以用火箭布雷车布雷 那么这种布雷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传统的布雷方式 主要是利用工兵 在相关的区域内去埋涉地雷 那么形成大面积的这个雷厂 作业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火箭布雷车 可以说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布雷的效率非常高 那么它的玄机 主要还是在弹药的种类上 也就是说火箭炮所发射的弹药 并不是传统的这个火箭弹 而是在火箭弹的内部 加装了这种定时的这样的一个引信 那么当火箭弹飞到了相关的区域内 就可以进行地雷的这样的一个抛洒 而且它既有反布兵地雷 也有反坦克地雷 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混合布放的方式 可以针对对方的装甲作战部队 包括它的接液化布兵 进行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挡 所以这种火箭布雷车可以说是让地雷飞起来 变成了这种火箭不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更好地进行攻势布雷 也可以进行很好的防御布雷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方面一直要求美国提供陆军战术导弹 美方一直拖延 没想到上周乌方官宣 已经使用这种导弹打击了俄军重要目标 令外界相当意外 当地时间10月17号 乌克兰军方宣布 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 使用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 袭击了别尔江斯克和卢干斯克的 俄军直升机机场 英国国防部情报分析认为 这次行动在两个机场 分别造成至少9架和5架俄军直升机损毁 另有数十人死伤 据悉 目前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是 陆军战术导弹的最老型号M39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首批提供数量为20枚 M39最大射程为165公里 搭载极数战斗部 内装950枚M74子弹药 这是继今年7月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155毫米极数炮弹之后 向乌方提供的第二款极数弹药 和总统普京10月18号承认 陆军战术导弹对俄军造成了额外威胁 来自湖南诸州的网友向南二行提问 对于乌军获得陆军战术导弹 俄方应该早有估计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呢 可以说美国耍了个阴谋诡计 那么此前在提供陆军战术导弹 这个问题上 白宫和五角大楼它是语焉不详的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 就是想让乌克兰军队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针对俄方进行这种突袭 达到火力打击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 那么这种陆军战术导弹 它的最大射程大概是160公里左右 和以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所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相比 那么它的射程应该是又向前延伸了一倍 虽然是库存的老旧的型号 但是它采用急速弹药 也就是子母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可以针对一线阵地进行精准的 这种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 乌方早晚会获得射程300公里的 陆军战术导弹型号 魏老师这对俄军是不是威胁更大 确实一旦乌克兰现在所使用的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它可以发射射程300公里左右的 陆军战术导弹 那么这就意味着 在俄方控制区域内 很多的高价值目标 比如说像指挥中心 弹药库 甚至是前沿区域的机场 很可能都会遭到陆军战术导弹的偷袭 那么俄罗斯方面 必须要强化防御能力 在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之前 对它进行这种火力摧毁 与此同时 也要强化一线作战部队的 防空和反导的作战能力 那么有地方使得 去配备一些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 比如说S350 S4版 这样的一些系统 针对陆军战术导弹 它的拦截能力就会更强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一个乌冲突中 俄军土法上马 为坦克加装了钢制顶棚 遭到不少西方军事分析家的嘲笑 没想到 在近期的巴以新一轮冲突中 以色列军队也有样学样 学起了俄军的做法 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 近日报道称 为了防范哈马斯武装的 无人机袭击 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 开始加装钢制顶棚 这种顶棚也被称为龙式装甲 一般以脚缸或钢丝网焊击而成 对无人机火箭铸推榴弹等 简易反坦克武器 具有一定的防御效果 部分还会在上面 安装爆炸反应装甲 以强化对反坦克导弹的防御能力 据悉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 以防护力著称的 以色列梅卡瓦坦克 多次在无人机面前 卖下阵来 10月7号 哈马斯的一架无人机 将爆炸物投资到一辆乙军 梅卡瓦MK4坦克的动力舱上 致其起火损毁 10月20号 哈马斯又发布了一段 以相同方式摧毁乙军 梅卡瓦MK3坦克的视频 来自江苏南京的网友北魁提问 在无人机面前 很多高科技防护手段通通失效 反倒是土法上马的钢制顶棚 大受追捧 您对此怎么看 主战坦克在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对它进行改造 对它进行技术升级 那么一线作战的士兵 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么在欧冲突爆发之后 我们注意到 大量无人机所投掷的 这种穿甲弹药 包括这种巡飞弹 针对坦克比较薄弱的顶部装甲 是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俄军的坦克兵 在特7-2 特90主战坦克的 炮台的顶部 加装了这种钢制的顶棚 那么这个钢制顶棚 其实它的重量并不是特别重 但是可以更好地保护 顶部的薄弱装甲 也可以让主战坦克 在复杂危险的作战环境当中 提升自身的战场生存能力 魏老师 从长远看 坦克对付无人机的终极武器 会是什么 现代化的激光武器 在逐步地发展 如果主战坦克的 这种供电的能力 能够达到使用的要求 不妨也可以在主战坦克上 加装这种小型的激光炮 可以针对来袭反坦克弹药 它的光学红外引导头 进行软杀伤 如果功力比较大 也可以针对来袭的弹药 包括轻型的无人机 和这种反坦克的弹药 进行空中的引爆 好 感谢魏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 军情大揭秘 美国军方公布十余个视频 炒作所谓中国战机 危险拦截美机问题 事实真相究竟为何 美军发布报告 意测中国核弹头库存 与核武建设 美方连年出台这类报告 究竟有什么目的 通过这种炒作 可以达到两个目标 首先是老掉重弹 持续放大中国的威胁 第二是试图把中国 拉入所谓的多边核财军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 马上开始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心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菲斯 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整个社会 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让安全助力成长 有安全才有未来 一到晚上就没精神 可能是你的肾能量不足 有上神和宝宝 22位中药 阴阳调和 为你的精力教宝教 他好我也好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揭秘 今日美国针对 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发起了新一轮大规模炒作 上周美国国防部 一口气发布多段影像资料 炒作所谓解放军战机 对美机实施危险拦截 随后美方发布其炮制的 所谓中国军力报告 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 并对中国核力量建设 妄加揣测 那么美方近期 这一系列动作有何目的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 杜文龙 秦真 张学峰 为您深入分析 当地时间10月17号 美国国防部在其官网 公布一批解密影像资料 展示最近15起 所谓解放军飞机 对美机采取压迫性 和危险动作的案例 这些图片和视频 均为美机在南海东海上空 活动时拍摄 时间涵盖 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 大部分为首次公开 根据美方的说法 第一个案例发生于 2022年1月11号 美方声称 一架解放军战机 在美机前方 约91米处掠过 迫使美机飞过 解放军战机尾部湍流 从美机拍摄的画面信息看 这起事件发生在 中国西沙群岛东北 约300公里处 设施美机为P-8A反潜巡逻机 不同寻常的是 这架P-8A机腹下方挂在着 AN-APS-154雷达吊舱 这款吊舱由雷神公司研制 具体细节和部署情况 向来不为人知 极为神秘 今年8月1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 发布MV底气 画面中就出现了一架 挂在这款雷达吊舱的 美军P-8A 这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 第一次有外军拍摄到了 美军这个机密吊舱 并予以公开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 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 分别发生在2022年4月29号 和2022年5月24号 地点均在东海上空 涉事美机均为EP-3E电子侦察机 该机型主要用于 搜集对手纵深区域的 无线电通信信号和雷达信号 是美军对华抵禁侦察的惯范 按照美方的说法 在2022年4月29号的 驱离行动中 中方歼11B战机 采取了释放航空燃油 和发射干扰弹的动作 在2022年5月24号的行动中 中方歼空7A战机 从美机机头下方穿过 之后从后面重新靠近美机 双方最近距离只有3米 美方公布的第4 第10 第12 第13个案例 事发地点也都位于东海上空 设施美机情况不明 实施根肩驱离的解放军战机机型 包括尖空7A 尖11 苏30等 第5 第6 第7 第8 第9 第11 第15个案例 则发生在南海上空 设施美机包括P-8A反潜机 RC-135电子侦察机等机型 实施根肩驱离的解放军战机机型 尖11 苏35等 美方公布的第14个案例 没有著名具体地点 据美方描述 当时一架解放军战机 高速接近美机机翼下方约15米处 随后在美机四周和下方 进行了同轨机动 美方飞行员则执行了B状操作 从相关报道看 美方这次解密的15个案例 有部分之前已进行过公开炒作 均遭到中方的有力驳斥 并澄清事实真相 例如在第六个案例中 美方指责解放军战机 在2022年12月21号的一次拦截行动中 飞到美机机头前方约6米以内 而真相是 美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 突然改变飞行姿态 对中方跟肩飞机向左挤压 做出危险接近动作 中方飞行员依法依规处置 操作专业规范 美方所举的第十一个案例 炒作解放军战机 迫使美军RC-135侦察机 飞过其维护湍流 对此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南东大孝 已在今年5月31号的谈话中 进行了驳斥 张南东表示 5月26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山东舰编队 为南海进行 例行性训练期间 美一架RC-135侦察机 蓄意闯入训练区域 实施侦察干扰 南部战区组织空中兵力 全程跟踪监视 处置依法依规 操作专业规范 美军一口气发布 15起所谓中美军机 接触的案例 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杜老师 美军这样做大概两个目标 第一叫联合炒作 第二叫恶意炒作 美国19号发布了 中国军力报告 对中国军力的发展 基本评价是超出预期 如果在文件中放大中国威胁 在视频中放大中国威胁 这个效果就会起到叠加作用 所以联合炒作配合炒作是目的之一 第二是恶意炒作 从视频画面所公布的情况去分析 很危险 是带引号的危险 但是这些危险呢 都是由于美国进入到相关区域所造成 无论是它的P8反潜机 RC-135侦察机都是恶意进入到中国周边 才引发的紧张局势 如果能够把黑水把脏水泼在中国身上 它认为呢通过炒作能够达到一定目标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这15个案例 有一例被证实是 针对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 这在以往美军的侦察活动中并不多见 那么美机抵近侦察山东舰编队 是想获取哪些信息 秦老师 因为山东舰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建造 百分之百国产化的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对这艘军舰一定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它抵近侦察的话 想获取两方面的情报 第一方面就是影像资料 包括整体它这个航母编队 比如说配置的水面舰都是什么 它的整个的队形阵型是什么 这是所有的影像资料 那么第一手的获取 第二方面就是除去影像资料以外的 就是看不见的这些资料 比如说电磁的一些信息 雷达的一些频率 特别是我觉得美军方面 可能想要知道 整个山东舰的一些语音对话的信息 因为从这样一些语音对话信息当中 它可以揣测或者估算出 整个中国航母的 它的在演练当中是如何指挥的 特别是航空母舰如果要调动舰载机的话 从舰载机从机库的提升到甲板 到整个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回收 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有语音信息作为记录的话 那么美国方面就可以以此来推算或者估算出 中国航母的战斗能力如何 特别是在高强度作战当中 它整体的舰载机的起飞的效率是怎么样的 也因此可以和美军自己的航母做对比 来发现两方面的不同 来为美军今后作战当中 它认为寻找一些破绽和机会 在美方公布的相关案例中 还出现了一款极雷寒线的机型 就是搭载有APS-154监视雷达的P-8A反潜机 张老师 这款飞机究竟想在南海干什么 它搭载了APS-154雷达之后 首先可以进行对地侦查 因为APS-154这个雷达 是一个天线直径非常大的 一个有缘相控阵的合成孔径雷达 探测距离分辨率非常高 所以首先可以对南海岛礁的解放军的 一些部署进行侦查 那么可以建立南海的一些战场数据库 另外这个雷达具备移动目标指示功能 比如说在陆地上 岛礁上行驶的汽车 或者一些车辆 那么它可以进行精确的标定 引导一些火力对它进行打击 它还可以对南海的水面舰艇进行跟踪 那么引导对方的远程的反舰导弹进行打击 我觉得第二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反潜 南海就是中国海军的一个堡垒海域 所谓堡垒海域就是说比较好的掌握了制海权 中权 这样的话弹道导弹核潜艇可以在这片海域安全地发射弹道导弹 那么美国为了破解这个所谓的堡垒海域呢 它首先派一些攻击型核潜艇在南海活动侦查 那么其次呢也会派空中力量在空中进行反潜真潜 那么PVA配备了这个APS-154雷达之后呢 由于这个雷达的分辨率非常高 这样的话就可以配合它的水下力量 包括水面力量对解放军的弹道的核潜艇进行跟踪监视 除了一口气公布15个案例外 美国国防部在其炮制的2023年版的中国军力报告中 也对解放军的拦截行动进行全面描述 进一步渲染长作 当地时间10月19号 美国国防部在其官网发布2023年版的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即俗称的中国军力报告 五角大楼自2000年起 每年都要向美国国会提交这样一份报告 今年已是延续第24年 在今年的报告中 五角大楼炒作称 过去一年半时间里 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 集中实施了具有所谓危险性和压迫性的海空行动 报告宣称 从2021年秋至2023年秋 美方记录到180多起 针对美国飞机的缆截事件 比之前10年的总和还要多 而同一时期 解放军还另外针对美国的盟友伙伴 进行了大约100次类似行动 事实上 美方报告为自己和盟友 喊冤叫蛆的操作 纯属颠倒黑白 恶人先告状 去年6月 澳大利亚就曾炒作 澳军P-81巡逻机 在南海遭解放军危险拦截 事后证实 澳机当时不顾中方反复警告 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 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 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专业安全合理合法 今年10月16号 加拿大也公开炒作 中国战机拦截加侦察机 引发舆论关注 10月19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大孝答记者问表示 近日加拿大空军 一架CP-140行机 多次侵入中国赤卫于领空 并抵近我华东沿海 进入台湾海峡侦察滋扰 中国空军依据中国法律 和有关国际规则 对其实施 查证识别 跟踪监视 警告驱离等管控措施 处置行动完全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固有领土 家方行径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威胁中国国家安全 极易造成误解误判 性质恶劣 十分危险 10月20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答记者问时指出 中美海空军事安全问题的根源 在于美军舰机不远万里 到中国家门口滋事挑衅 在中国周边海空域 长时间大范围高频度的侦察滋扰 据统计 2023年以来 美军侦察机就有2000余架次抵禁活动 每件两艘次冲船我击杀领海 五艘次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蓄意对华试强挑衅 中方对非法清闯管辖海空域 干扰正常演训活动的外军舰机 依法依规 采取查证识别 跟踪监视 警告驱离等安全专业管控措施 对那些挑衅在先 具有敌意性质的行为 被迫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这么做 10月26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 在例行记者会上 披露了中方掌握的部分美舰侵权挑衅视频证据 视频显示 2023年8月19号 美军约翰逊号驱逐舰抵近滋扰 为南海海域正常训练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期间 美舰多次采取大角度转向 及加减速横传中方舰手等挑衅动作 并危险接近中方舰艇 最近距离约670米 美方行径违反国际海上避状规则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规定 危及双方一线人员和舰艇安全 中国国防部给出的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 美军侦察机就有2000余架次抵禁活动 美舰两艘次冲船我西沙领海 五艘次过航台湾海峡 那么美国采取如此高强度 高频度的挑衅动作 有哪些企图 钱老师 首先第一 美国重返印太 它针对的就是中国 这个是没有任何掩饰的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近年来有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入列 比如说大量先进的水面舰 航母等等 那么美军也要抵禁侦察 获取这样一些先进的 作战装备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这是其一 其二 美方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它这种对抗挑衅的意味 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它经常会打着 所谓自由航行的幌子 来穿行南海或者台湾海峡 有的时候 比如说军舰刚刚穿行没多久 紧接着侦察机又穿行台湾海峡 有的时候 它还要叫上盟友 比如说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的舰船 一同穿行 这里面对抗挑衅的意味 就非常的浓厚 那么第三点实际上还有为台独势力 撑腰站台打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大家知道9月份台湾媒体爆料 就是台湾当局公开说 他们近期监控了解放军 特别是援火火箭军 包括福建某地面部队的调动的情况 当然它放出这样的一些信息 也是想以此所谓的威慑解放军 潜意识地告诉大陆 大陆的很多的情况它都能掌握 但是据台湾媒体分析 由于台军方面缺乏 特别是针对地面的 这样一些侦查手段 那么台军获取的相应的实时情报 很可能是借助一些外力 才能获得的 那么这样的外力肯定就是美国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 在对华抵禁侦查的问题上不收手 甚至采取进一步的挑衅动作 我们会有哪些应对手段 张老师 美国大概率在未来不会在对华 抵禁侦查的问题上松手 由于在和平时期 基本上大家的一个斗争策略就是 不进入领空就不开火击落 在这个原则限制之下 实际上对斗争一方 它的策略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中方应该在两方面下手 第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用对手段 那么之前我们采取了大量的 这种拦截半飞活动 那么未来我们仍然要遵循着 对方飞机距离我方领空跃进 我方拦截机就要距离对方 侦查机跃进的原则进行拦截外逼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利用高技术手段进行对抗 因为现在美方的很多侦查机 都是通过高技术手段进行侦查 比如说它利用核持空间雷达 可以在三四百公里之外 就探测到你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 包括一些装备而且精度非常高 它的电子侦查系统可以在四五百公里之外 侦查到你的雷达信号 对你的雷达进行侦测侧向定位 然后对信号进行分析判断 然后制定一些干扰或者打击的策略 包括它的红外白光侦查设备 也能够探测到一百公里之外的目标 这时候即便它没有进入领空 距离你领空有一定距离 它仍然能够进行侦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高技术的对抗转转 比如说对抗它的核心空间雷达的侦查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主动的干扰 让它无法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成像 那么以前认为像电子侦查比较难对付 但是通过这次俄乌冲突来看 俄罗斯方面有一种粘扰的装备 可以在一秒钟内发出几十万个脉冲串 这样的脉冲可以让对方的侦查机饱和 所以这种手段同样也可以来应对 像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电子侦查机 美方发布的2023年版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 长达212页 里面除了关注所谓解放军的拦截行动外 还对中国核力量建设进行大肆炒作猛黑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2023年版的中国军力报告中 美方用大量篇幅 议测中国核武建设和核弹头数量 称截至2023年5月 中国核弹头库存已超过500枚 到2030年 中国将拥有一千多枚作战核弹头 其发展速度可能会超出美国先前预测 报告还炒作称 中国正扩大陆海空和运载平台的数量 同时投资和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报告一策说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解放军会寻求建设一支多样化的核力量 包括从低当量精确打击核导弹 到数百万吨当量洲际弹道导弹 构成的各种系统 10月25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回应美方报告表示 这份报告罔顾事实 胡编乱造 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 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指出 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安全 反而是美方近年来陆续退出反导条约 中导条约等军控条约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 强化所谓延伸威慑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方操弄核议题 玩弄核双标 不过是为自身扩展核武库 维持军事霸权 寻找借口 美方在报告中对中国核力量建设 进行捕风捉影的描述 不负责任的揣测 杜老师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美国对中国核能力的发展 核力量的延伸一直保持高度关注 当时也在野炮中 而且在报告中 对中国核弹头数量 运载工具的数量进行了所谓的议测 而且在维尔纽斯峰会上 北约国家还集体炒作 中国核弹头数量 包括运载工具的规模和数量 通过这种炒作 可以达到两个目标 首先是老调重弹 持续放大中国的威胁 如果能够把中国核弹头数量 包括运载工具的方式 炒作到尽人皆知 这样美国发展自己武器装备 更新自己三位一体打击武器装备 就有了很好的借口 第二是试图把中国 拉入所谓的多边核裁军 目前在冷战到现在 美国俄罗斯有一套裁军体系 如果把中国纳入题中 这是美国最显现的目标 美方报告中提到 解放军有可能发展 所谓低当量核导弹 事实上 正是美国几年前 首开部署低当量核武器的先例 杜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种 疑己夺人的形态 美国炒作中国低当量核弹目标很明确 就是为自己低当量核弹的增加 包括前部署寻找很多机会和条件 的确美国目前在低当量核弹方面 有重大进步 如果把其他国家发展低当量核弹的谎言 变成真理 美国不仅可以研制生产更多的低当量核弹 而且在前沿地区可以部署大量的低当量核弹 为美国多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做贡献 美方连年在报告中 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 指手画脚 妄加揣测 其目的之一就是 为了给自己扩张核武库寻找借口 进而巩固美国的核霸权 美国政府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时 美国已部署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 共659件 比俄罗斯多出119件 已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为1420枚 越低于俄罗斯的1549枚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更新换代工作 已进入关键阶段 在陆基核力量方面 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LGM-35A哨兵 将在今年底迎来首次发射 预计2029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2036年 全面取代现有的 约400枚民兵3陆基洲际导弹 在海基核力量方面 美国现有14艘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 其中8艘部署在太平洋 6艘部署在大西洋 根据美军计划 到2030年前后 新一代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将开始取代俄亥俄级 哥伦比亚级的导弹发射管数量 从俄亥俄级的24具减少到16具 但排水量从18740吨 增加到20810吨 目前美国海军计划 采购12艘哥伦比亚级潜艇 在空机和力量方面 美军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B-21 计划于今年内首飞 当地时间10月25号 美空军一名发言人被迫对外证实 B-21正在进行地面滑行测试 此前有人在加州棕榈谷的 美国空军42工厂拍摄到 正在进行地面测试的B-21 不过该照片一发到网上 就立刻被删除 据悉美空军希望采购至少100架B-21 已逐步取代现有的B-1B和B-2轰炸机 除了全面更新三位一体核力量 美国还加强了核武器的前沿部署 今年7月 美海军肯塔基号战略导弹核潜艇 抵达韩国釜山 这是美国战略核武器 自1981年以来首次现身朝鲜半岛 10月17号 美空军B-22而去战略轰炸机 也在时隔数十年后 首次降落韩国空军基地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核国家 持续升级自己的核武库 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秦老师 当然第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就是维持它绝对的核霸权 这个绝对的核霸权 它认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挑战 哪怕是潜在的挑战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美国国会跨党派委员会 也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说 如果一旦中国和俄罗斯联手 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话 美国是无法应对的 特别是他提到 2027到2035年之间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甚至于所谓要关乎 美国生存的问题 当然对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普京说 这完全是美国国会议员 相互吓唬 完全是胡说八道 没有理性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美国方面 无论军方和政界 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担忧 因此又要维护他绝对的核霸权 加快了他三位一体的核武力的升级 除了升级核武库 美国还通过提供 所谓延伸威慑 在亚洲前沿部署核武器 比如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 在时隔数十年后 相继出现在了韩国 这些举动会给地区的安全形势 带来什么影响 张老师 通常情况下 这种战略轰炸机 包括战略核潜艇 都会驻扎在对手的眼皮子底下 因为如果距离对方非常近 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的打击 你像美国通常会把它的战略核炸机 包括战略核潜艇 部署在本土 即便它部署在本土以外 也会距离主要的目标国比较远 这样的话 它自身可以保证安全 然后可以隐蔽出航 再发挥这些战略力 航程远的优势 进行隐蔽的灵活的打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次美方把它的一些战略力量 短期的停靠在韩国 可以说是比较反常的 那么这种反常的举动 就是释放了两个信号 第一 就是要向韩国表达支持 让韩国吃定心丸 第二 它仍然是向地区国家发送信号 特别是针对中国和朝鲜 秀肌肉 进行所谓的战略威慑 但实际上 我觉得它此举 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实战意义 因为首先它短期把一些战略力量 停靠在韩国 不会从根本上长远地解决 韩国的安全问题 而且它这个行为会激化地区的矛盾 恶化韩国的安全环境 反而导致韩国受到更大的威胁 此外呢 像美国把一些战略空杀机 包括弹道短短核心艇 部署在韩国 它不会吓倒中国 尤其是在中国有那么强大的 进攻和防御体系的情况下 伯伯吃饱了吗 吃饱了 还是那这么多 服务员姐姐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裹 请稍等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 参与留言互动 更多权威信息和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统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